亲爱的灵魂家人 塔罗牌是一种古老的西方占卜工具 它融合了神秘的符号和象征 用来解读命运 探索内在世界以及找到生活的方向 在塔罗牌的世界里面 我们可以去寻找爱情、事业和灵性的答案 我们也可以通阴阳、解人心 看到过去和未来 探索更多的一种可能性 占卜的对象可以是人 可以是一件事情 一只动物或者是某一件物品 那么在近一年之内 这一件具体某一件事情 我们都可以去做占卜 因为在西方的占卜状态里面 是有一定的时间范围的 在东方的算命之中 是看人一生的大体走势 结果都是定数 但是在西方的这种塔罗学的世界观认为 命运不由天定 命或许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我们出生的国家 我们出生的家庭 但是运是可以通过我们后天的一些能量 后天的选择去改变的 每个人都拥有自由意志 你的现在是你过去所念所为的结果 你的未来呢 也由你的每个当下去做决定 塔罗牌它就是西方古远伟大并高阶的决策学 在日常生活之中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做决策 做选择 而人生的每一步其实都离不开决策选择 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的选择方法呢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哟 所以通过塔罗牌呢 我们可以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做出曲节避凶的时空选择 可以借助这种古老智慧的状态 去帮助你决策人生 选择更好的道路 把握未来 再加上一点点运气的话呢 你就可以创造最美好 最棒的生活状态了 另外呢 通过你的宇宙心理法则 通过你的自由意志 可以帮助我们创建更美好的未来 你想什么就会来什么 不是吗 身边所有的事情呢 其实都是通过你自己的所思 所想吸引而来的 所以在西方 在欧洲 美洲 那无论年纪 性别 很多人都拥有自己专属的 塔罗牌占卜师 在自己困惑的时候 在自己没有办法去做 很好选择的时候 在自己想吸引到更好的事情 显化更多 幸福的时候 他们都会去寻找自己的占卜师 给一点指引 给一点力量 通过塔罗牌呢 来连接宇宙 你现在有自己专属的塔罗牌占卜师吗 如果有的话呢 恭喜你 你可以时不时的去做一下占卜连接 有帮助你连接到自己的潜意识 也可以帮助你去做更多的选择 更多的显化 如果你还没有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去寻找一下自己的塔罗牌占卜师 在你听到这位占卜师给你做解牌的时候 给你力量 给你更多的觉悟 你听了之后是很开心的 是很喜悦的 是很积极的 那么这位占卜师呢 就可以跟他保持着联系 如果有的占卜师 你听了之后非常的消沉 或者是困惑 或者是低能量的话呢 那么你就要重新去寻找自己的专属塔罗牌占卜师了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借助塔罗牌的力量 去显化自己的幸福 可以拥有更加美好的人生道路 所以今天呢 就为大家做一个占卜 来看一下近期你将有哪一些愿望实现 让你不要错过好的能量 让你可以把握当下的时机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实现你的梦想 来显化你的愿望成真吧 目前桌面有三组塔罗牌组 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 最左边是第一组 中间是第二组 最右边是第三组 我们要从其中选择一组牌卡进行聆听 在选择牌组之前呢 我们要进行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 通过我们的能量进行牌卡连接 所以亲爱的灵魂家人们 请跟着我做 如果可以 闭上眼睛 深呼吸 把我们的腰背挺直 肩膀下沉 大口吸气 大口吐气 吸气 吐气 把我们的专注度 放在呼吸上 放在眉心之间 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 亲爱的宇宙 请指引我 请显化 近期我将会有哪些愿望实现呢 感谢你的指引显化 感恩宇宙所有的安排 当你充满期待的询问完之后 睁开眼睛 看到的那张牌卡 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了 在聆听占卜解读之前 公平打出来 感恩宇宙 我会愿望成真 梦想成真 我会幸福等等的字样 来跟整个视频进行最准确的能量连接 加持你的能量 显化 这种幸福喜悦 然后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 有对应的每组排卡的时间 点进去就可以聆听老师为你做的占卜了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Jesse的频道 记得订阅Jesse的频道 我将持续给你带来丰富的占卜的 如果你需要老师为你做私人占卜的话呢 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 也有我的联系方式 加我为好友 申请写占卜等等的字样 我会加你好友我们可以在线下沟通 非常开心哦 遇见大家也非常开心呢 可以一直给大家带来力量 可以带来更多美好的事情 那老师呢在跟很多人做占卜的时候 看到有的宝宝已经从单身脱单结婚了 看到有的宝宝呢已经跨过了困惑期 茫然期进入到自己喜欢的事业 适合的事业 看到有的宝宝呢已经脱离了一些很盲目的状态哦 寻找到自我和自己的潜意识进行连接 或者接受到宇宙的这些提点呢 我非常的开心 做占卜的这一件事情呢 是会让我感觉非常幸福的 可以帮助到大家 可以借助塔罗牌占卜的力量呢 去让更多的人更加的积极 乐观 幸福 那也就是我最有福报的一件事情 希望通过我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可能性 去让我更加的有价值 生命更加的有意义 感恩相遇 好 那现在你选择好了吗 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咯 亲爱的灵魂家人 我们来接收宇宙当下给你的讯息 那么首先 今天你连接到的是撒麦尔大天使 撒麦尔大天使和你的守护天使们一起合作 来给你传递讯息 当下呢我要先介绍一位 这么全能的大天使 非常奇妙哦 在圣经中是有很多强大的天使和可怕的恶魔的 从路西法到阿赛哲尔 但是撒麦尔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 因为他永远忠于他的上帝 他只在上帝的命令之下杀人 他是全能的死亡大天使 对于死亡天使来说 善恶并没有真正的意义 实际上他根本无权做出任何的判断 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由于上帝的心血来潮 当然也包括对不悔改之人的毁灭 一旦上帝下达了毁灭的命令 撒麦尔立刻就会毫不犹豫的去履行他的责任 传说在一个人将死的时候 大天使撒麦尔将出现在他的面前拔出他的剑 而剑间呢是有一滴毒液的 这个就是上帝的毒液 最终真正要了人命的就是这种毒药 他会使人枯萎发黄直到死去 而后来所谓尝到死亡滋味的这种说法 其实就是来自于这种毁灭的行为 撒麦尔的字面意思呢就是上帝的毒液 撒麦尔作为引诱者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他也常常被视为善与恶的代表 对神的话语呢高度忠诚 毫无疑问的去执行神的命令 例如撒麦尔种下了知识之树后 就很快变成诱惑亚当和夏娃咬一口果实的蛇 当亚伯汉纳的信心受到上帝的考验 并被命令牺牲他的儿子伊萨的时候 正是撒麦尔在他们的耳朵里低声的说不要服从 然而诱惑人类也正是撒麦尔的诫命 他得到了上帝的授权 诱惑人类并使人类的审判变得更加的简单 那些不服从上帝的人会招致上帝的愤怒 然后会命令撒麦尔去杀死他们 他象征着宇宙中的严厉力量 提醒人们必须遵守神的法律 否则会面临严惩 虽然他代表着毁灭 但这种毁灭往往也是宇宙秩序中的一部分 他也为新的创造提供了空间 所以属于毁灭与重生 所以他既是神的审判者 也是堕落的引诱者 代表宇宙中的阴暗面 同时也是平衡的体现 撒麦尔的存在提醒我们 光明与黑暗 严厉与慈悲 都是宇宙中的一部分 如何理解与接受这种力量 就关系到我们如何看待世界的本质了 如果你是消极的负面的 只看到黑暗的那一面 你可能就看到毁灭 如果你看到积极的阳光的 新机会的那一面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重生 今天撒麦尔想告诉你 当你的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 请记住 你接受的考验 只是为了让你变得更加的坚强 有时候 有时候似乎存在一些限制 一些阻碍 才会让你更加脚踏实地的去实现目标 才会让你抛弃更多的一些幻想 当生活似乎在对你说不的时候 请你向爱散开心扉 这会消除所有的限制 请你摒弃爱的意义和价值 遵守宇宙爱的法律 不要害怕挫折 不要害怕遇到逆境 当你遇见逆境的时候告诉自己 只有跌倒才会让你变成更加丰盛美好的人 你越坚定的不害怕 那么你就越变得有力量 而这种力量呢 却会让你更加的强大 亲爱的 你是拥有很强的个人能力的 不要对未来有任何的担心 也不要对当下 其实你完全可以充满信心 你是有百战百胜的能量的 好 那么首先呢 你是有很强的挫折耐受力 你也有很强的创造力 经济报酬力 分析于判断能力 将灵感具体化的能力 以及自我管理的能力 首先 这种挫折耐受力 就是当你在面对失败困难 或者是不确定的时候 你不逃避 你不退缩 你保持你的任性 继续前行 你是可以越挫越勇的 因为你有比较强的心理韧性 你也有比较强的情绪管理能力 比如说当你在工作之中 遇到挑战或者失败的时候 不要放弃 反而从中吸取教训 坚持下去 最终你是会获得成功的 你会让自己有更多的一些弹性 创造力就是一种打破常规 寻找到更多新方法 新思路 解决问题的能力 不仅仅体现在一些艺术 或者是设计的这种范围之中 在你的工作 生活里面 你也有更多的创新思维 你可以解决很多的方案 减少时间和人力的成本 你也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一些可能性 所以请你敢于尝试一些新的想法 一些新的道路 你是可以发明一些新事物 你是可以开创一些新概念的 你有很多新的一些idea 不要怀疑这些新的idea 也许别人会质疑你 也许别人看不懂 但是你只要坚持自己的信念 你就可以闯荡出一片天地 那么经济报酬的能力就是说 你可以对自己的时间 劳动和技能有比较强的价值判断 通过提升你自己的专业能力 可以增加你更多自身的一些经济报酬 其实你可以不断提高自己的一些物质回报的 就是通过你的劳动 你可以有很强的赚钱能力哦 分析和判断能力也代表着你的头脑很敏捷 你的逻辑思考非常的强 基于事实数据和逻辑你可以做出一些合理决策的能力 你不仅可以分析当前的一些情况 你还可能通过一些讯息 而预测到未来的一些趋势或者是结果 举个例子 那么在投资股票市场的时候 你通过研究一些市场的趋势啊 或者是公司财务报表啊 或者是一些宏观经济的环境 你可以去做出一些理性的投资决策 你是可以从中规避风险获得更多的收益的 或者是在你的工作事业里面 你是可以通过一些数据分析 来帮助公司来优化一些决策 避免一些潜在的损失的 那么也代表着 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些商机 一些别人看不到的机会 好 将灵感具体化的能力呢 就代表着你可以把你的新的idea 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灵感 或者是一些头脑中的图片啦 艺术啦 把它显现出来 你可以开发一些新产品的想法呀 或者是经过一些产品设计 生产规划你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变成一个实际的产品 然后推向市场 这不仅仅也是一种创意哦 而是你可以把自己的创意更加有执行的去显现出来 除此之外呢 你也有自我管理的能力 那包括时间管理 可以情绪控制或者是保持工作生活平衡的能力 可以有效的去管理自己的资源啦 行动啦 或者是人脉 在工作中可以有效的去分配时间 按时完成工作任务 有高的一些工作效率 然后呢 在自己的生活节奏里面呢 也保持着健康的作息 在社交关系上面 人脉建设上面 你也知道 哪些人可以多联系 哪些人少联系 特别是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 你也可以保持冷静 所以总体的来讲哦 你有比较强的竞争能力 而且你的内心 数字也是比较高的 你可以在生活或者是职业之中 去实现更多的目标和成就 那么良好的自我管理和经济报酬的追求 是可以确保你的技能 你的能力 你的才华 有更加长远的发展的 你的能力是很强的 比你现在想象的更加的强大 所以你可以经商 所以你可以在工作里面做得非常的好 在事业中获得很多金钱物质的回报 你也是可以把自己的想象 自己的一些想法显化出来 具体化的 而有一些事业 如果你正在做的话 你就会做得很好 如果当下你还在选择一些事业的话 那宇宙也给到你一些指引 如果你在做商业咨询 或者是企业管理顾问 或者是管理的话 你会做得很好 就是商业金融这一个部分领域 你会做得好 因为你有很强的经济报酬能力 如果是花艺 园艺师 厨师 甜点师 咖啡师 调酒师 这一方面的工作 你会做得很好 因为你可以将你的灵感具体化 你也有比较强的创造力 那么游戏开发 制作工程师 这一方面呢 你也会做得很好 因为你有这种挫折耐受力 创造力 还有分析判断能力 将灵感具体化的能力 学者 大学教授 资商 临床心理师 学校的辅导老师 也会很强 因为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好 品牌公关 活动策划人员 产品经理 这个也会很好 如果你在做公务员的话呢 那么这个挫折 烂受力也会体现出来 自我管理能力也会体现出来 所以这一些工作事业的话呢 可以积极的凸显你自己的天赋能力哦 如果当下你正在做这些工作的话呢 你会在你的事业里面取得不错的一些成就 会获得成功的 好具体我们就来看一下哦 会实现哪一些事情愿望呢 最强的大天使已经到你的身边来了 已经被召唤来了 可以看见的你的能量啊 能力其实都会蛮强的 来接收宇宙给你的讯息 首先 五角星四代表的金钱上面 你会有更多的一些稳定 你可能会开始节俭啦 会开始储蓄啦 会减少一些财务上面不安全的状态 你也会寻找到更多的方法去积累你的财富的 如果说你想存钱去购买房产 或者是去购买一些大的物件的话 你会看到你当下的努力 是可以在未来购买到这些产品的 因为对自己的物质财富跟资源 你有了更多的一些保护 更多的一些重视 如果有人呢 想通过你去占用你的人脉 去占用你的金钱的话 不好意思它是占用不到的 如果当下呢 有人想跟你竞争你的工作岗位的话呢 不好意思 他是拿不走的 所以你可以稳定自己的金钱 物质 人脉和财富 这一点很好 你可以在这种竞争之中 很好的 平稳的 和谐的 生存下来 好 权权四重呢 代表着你有比较强的一个赚钱能力 首先 近期你的行动力会很强 你会有比较高的一些效率完成你的项目 然后你会对自己未来的一些行动感感觉到更多的兴奋 你会渴望尝试更多的一些新事情 有可能身边会有一些新的机会或者是新的灵感到来 可能在近期你会开始一个新的项目 或者是你在找工作 你想跳槽的话呢 那近期会有新工作的机会 你满意的工作的机会 你想去争取的 还有就是如果近期呢 你想去学习的话 你也有学习新技能的冲动 让自己更加提高你的竞争价值 你可能也会决定去参加一个 你一直有兴趣的课程或者是培训班 在这些学习或者是争取 在这些实现的过程里面呢 你会充满着热情 充满着活力 获取你想要的一些讯息 一些技能的 教皇这张牌卡代表着保守 政财运 有高人指点 首先近期你会收获到一些传统的智慧 有可能在你的工作或者是生活之中 有更加成功成熟的人 来给你一定的指导建议 让你突然有更强的一些敏感 有更强的一些方向 或者是当你追求事业的这种过程里面呢 有更某种更传统的模式 来让你更多的规范 近期呢在财运上面呢 就是正财是比较强的 不要去想一夜暴富 或者是想用任何的偏财 来那些赌博啊打牌啊都不适合去哦 但是呢在做一些正事上面 是可以带来更强的一些收益的 那么身边呢也是存在的有贵人运势所在哦 比你成熟的可能比你 或者等级比你高的也许他是你的老师啊 或者是你的老板啊 你的经理啊团队的核心人物啊 如果你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呢 你可以去请求他给你一定的建议跟指引 在你去请求的这个过程里面 他会欣赏你的谦虚 你要学的这一部分 然后真诚的去帮助你的 在这种互相给予帮助的状态之下 你就搭建了比较好的人脉 你知道吗 人际关系呢是需要去搭建的 那从请求对方帮你一些小忙开始 或者是请求对方呢 给你一些好的建议开始 在这种你来我往的状态之下 就可以搭建好的桥梁 当然如果人家有帮助到你的话呢 你就可以借此请对方吃饭啦 请对方喝个咖啡做一做啦 或者是购买一些小礼物 来表达你的感恩之心啦 那么这种关系的搭建 人脉的搭建就开始了 所以告诉你哦 身边呢是会有高人 会有这种贵人所在的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运势 好 接下来圣杯石这张牌卡 代表着情感上的圆满和家庭的幸福 象征着家庭和谐 关系稳定情感上面的满足 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在恋爱中的话呢 对方他会很想要跟你进入到 同居生活在一起 或者是建立家庭的这种承诺中去 他想跟你充满了这种家庭氛围的爱和快乐 如果说你已经结婚了 还没有小孩的话呢 那很高兴的告诉你哦 可能近期你是可以怀孕成功 有这样一个愿望实现的可能性的建立家庭嘛 如果说你是单身的话呢 那么近期很可能遇到一个阳光灿烂健康的 正桃花正圆 他是想要跟你建立认真谨慎的关系的 让你们未来呢 也许有可能建立家庭婚姻的这种可能性 非常棒哦 这个愿望呢 也是会实现哦 家庭和睦 那有的宝宝呢 你可能和自己的爸爸妈妈 也许之前出现了一些误会啊 或者是大家有一些争论啊 没有关系和家人们多多聚餐 多多聚会 搞一下家庭活动的话呢 你们的关系是会更加的和谐 更多的亲密的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哦 在感情上面呢 是会进入到这种正同和睦的关系里面 同时呢也告诉大家 家和万事心 只要自己的爱情 家庭婚姻都是非常团结的话呢 这种爱的能量就会遵守宇宙法则 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健康 更多的幸福 也会增加你的财运事业运势的 好 这边出现了太阳这张牌卡 代表着成功 欢乐 生命利益 那非常积极的一张牌哦 可能在某件事情上面 你会获得巨大的成就 或者是自信 当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当我给你这个讯息的时候 你头脑中第一个反应是哪一件事情 那么好消息 就是这一件事情 你将获得认可 你将感觉得到成功 或者是你将感觉得到更多的开明 更加的明朗 会寻找到积极的方向 接下来我们出现死神 这张牌卡 死神呢也代表着一段故事的结局 也代表着一个阶段的新生 它不代表着实际的死亡 而是象征着一个旧阶段的结束 新阶段的开始 暗示着近期你会有变革 会有一些新的机会出现 你可能会放下过去的某一个不好的生活习惯 会开始养成更好的一些习惯 你也可能会放下过去的一些关系 一些没有给你带来更多价值意义的关系 而重新出发迎接新生 或者是你可以有新的一些生活方式 无论你有怎样的一个愿望 想辞旧迎新的话呢 宇宙想告诉你哦 当下呢绝对是有持旧迎新的能量 可能性所在的 你只要去行动 你只要去脚踏实地的光明去做的话呢 你一定会非常的满足 所以在近期物质行动和信仰上面会得到一个平衡 你也会很好的保护自己的财力 自己的技能 自己的资源 你也可以去寻找到一些新的机会 在个人的性格或者是属性上面 也会有新的开始新的转变 在实现人生愿望的过程里面 你还会有很多积极的收获 那自己呢也会有一定的改变的 扩大你的世界观 扩大你的格局 从爱的能量中出发 好那最后呢 宇宙还给你一些重要的讯息 你可能对于当下或者是未来 有更多的一些计划或者是梦想 但是由于自己的拖延症 由于自己缺乏动力 或者是生活中其他一些事情的干扰 没有办法帮助你实现 那么当下呢 你是需要让自己赶快积极的行动起来啦 如果你想的这个梦想 你不去做的话 那它永远在那里被搁浅 被搁置 甚至最后被你遗忘和忽视的 比如说你一直想去学习一个新技能 但是呢总是因为有其他的琐事干扰 你没有去 那么最终呢 这个目标会被你忘记的 当下你想去学什么 赶紧去学吧 增加你的竞争力 你是会获得更多的经济报酬的 好吗 第二个呢 神秘主义宇宙告诉你 当你没有达成自己的目标 当你心中只有一些计划 还在去思考的时候 你不要去讲给别人听 你需要更多的一些隐私 你也需要更多的神秘 那有的人呢 可能喜欢把自己的家里面的一些事情 三姑六婆啊 或者是爸爸妈妈啊 哥哥妹妹的一些事情 讲给别人听 大可不必 我们可以去倾听别人的一些话语 就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和接触 但是不需要呢 把我们自己的一些所有的事情 都像一张白纸的讲出去 特别是如果我们在努力一件事情 还没有结果的时候 那就不要去讲 还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时候 就不要去讲 保持一定的神秘 保持一定的隐私呢 其实对你更加的有帮助 另外如果近期你可以开始对冥想 对占卜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神秘科学 产生兴趣的时候 那么你就要相信生活中呢 是有一些神秘的力量 在引导着你的相信你的直觉 相信你的第六感 当你去到一个环境里面 你感觉不舒服的时候赶紧离开 当你在做一件事情 你会觉得很不顺 很不舒服的话 那你停止做这件事情离开 当你去到一个团队里面 如果这个团队让你情绪非常复杂 烦躁的话呢 那你尽可能的少接触 好吗 一定要信任自己的直觉 并且接纳生活中的神秘体验 并且让自己少讲一些自己的私事 保持神秘感 包括在网路上也是哦 好 另外呢 我们这边出现了僵局这一张牌卡 你可能会在生活里的某个方面感觉到困惑 或者是瓶颈期 或者是关系中的这种僵持 个人目标上的这种停滞 其实没有关系 停下来 暂停键 刚好重新的去思想 去调整方向的 你需要更多的一些耐心 这也是一个提醒 让你重新去审视当前的一些选择 当前的一些策略 面对当前的停滞 重新评估 勇敢的追求自己的梦想跟愿望吧 人生之中可能存在着能量的流失 困境的出现 但是没有关系 通过你自己的调整跟外在的行动力 你是可以找到实现愿望和目标的平衡的 你是可以实现你的力量 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可以不断重新出发的人 你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去创造你想要的梦想生活 你想要的世界吧 好 亲爱的 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 祝福你在地球玩的愉快 记得点赞 记得留言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下一次再见 拜拜 亲爱的 我们来接收宇宙给你的讯息 那么首先呢 连接到的是 扎夫基尔大天使 扎夫基尔和你的守护天使一起合作 给你带来这些占卜讯息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他 扎夫基尔呢 通常被描述为一位拥有深远洞察力的天使 他象征着对神圣秘密和宇宙智慧的守护 他的形象呢 常常和冥想 近思 以及高层次的智慧连接在一起 他帮助那些寻求灵性提升和深刻思考的人 与神的智慧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 他帮助那些在灵性道路上追求更高真理的人 打开心智 理解生命的更深层次意义 并且启发那些人超越世俗层面的知识 进入更深层次的灵性体验 他帮助人们通过冥想 祈祷和自我反思 达到内心的平静 以及对更高真理的理解 所以 对于那些在灵性道路上追求启迪和觉醒的人 扎夫基尔是他们的导师和指引者 他不仅仅是启发人类智慧的天使 也保护着那些尚未准备好获得或理解这些神圣知识的灵魂 扎夫基尔的另一个重要职责是维护宇宙中的平衡与和谐 他帮助人们找到内心的平静宁静 通过智慧来调和内外的冲突和不平衡 扎夫基尔也与时间 因果关系和宇宙的永恒秩序紧密相关 在一些神秘学传统中 他被视为是掌控时间与命运的天使 帮助人们理解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相互联系 他也可以帮助那些寻求理解过去经验的人 从中找到和当下未来相关的智慧与启示 透过他 人们可以更清楚地看清自己的灵性道路 了解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和使命 他被认为是因果法则的守护者 帮助人们理解他们所做的决定 如何影响他们的命运 扎夫基尔的存在呢 提醒我们追求智慧和真理 是实现内心平静和宇宙和谐的关键 通过他 我们可以获得 对更高真理的理解 找到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 找到自己的使命 他告诉你 你没什么好害怕的 你的神圣母亲无条件地爱你 他欢迎你进入到他的怀抱 你所有的无价值感都会消失 你不会被评判 你也不必是完美的 如果你接受自己的这种爱 你也可以把它给予别人 你可以无限制地去爱 在这份爱中有完全的自由 你所有的恐惧和忧虑都会被冲走 这份爱改变了一切 请相信爱的力量 真正的爱是不会让你生病的 不管是身体上面的病 还是心灵上面的病 更不会让你感到痛苦 焦虑 彷徨 恐惧 你之所以病了 是因为你突发的一些负面的情绪 可能来自于自私 索取 控制 占有 爱比较 等等的 其实当你沉醉在爱里的时候 你会珍惜生命 你会感受当下所有的一切 而所有的麻烦 障碍消极的情绪都将烟消云散 亲爱的 爱的定义不应该仅仅是爱情 亲情或者是友情 更在于爱生命 爱自然 爱地球 爱太阳 爱日月星辰 爱空气 爱水 爱呼吸 最主要的是保持爱的能力和爱的能量 你要相信宇宙给你所有的安排 都是让你去进修爱 这个宇宙恒定的课题的 去感受爱 去学习爱 去给予爱吧 无论出现怎样的一些状态 你要相信最积极 最美好的那一面 那就是所有的事情 都是让你生命更加的精彩 让你感受到人生的活力 让你去享受地球 享受你的存在的 好吗 保持这种状态的话呢 你就会像诗人 像音乐家一样 用灵魂呼吸 用心灵去思考 用爱的语言交流 就自然而然会吸引到所有幸运的 美好的幸福的事情 当你的爱的能量越多 那么金钱物质 亲情友情爱情将围绕着你更加的富饶 他已经告诉你宇宙的奥秘了哟 所以亲爱的 请感谢我们的加布基尔 以及我们的守护天使 给我们的守候吧 好 接下来呢 最近你自己有一些个人能力正在被激发 生活方式正在被激发 你可以用爱的模式 你可以用理想的模式去生活 你如何规划和管理自己的日常生活呢 包括你的健康 你的时间管理 你的社交关系等等 你是有足够的能力去拥有更加良好的生活方式的 你是可以让自己在生活更加有节制 通过一些健康饮食 规律锻炼 有效的时间管理 这些来保持你身体和心灵的平衡的 你可以提高你的生活质量 当然你也可以去帮助别人更改一些生活质量 提高别人的生活状态 你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可以发现自己生活不平衡的地方 然后去调整到最好的状态 你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去帮助别人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 好 那接下来呢 情绪与压力 调适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 这是你女生俱来的 你可以保持冷静 合理应对 所有的一些情绪困难 情绪波动的状态 在这种能力之下 代表着你在困难时期可以保持自己的心理健康 去应对挑战 可以给自己带来很稳定的情绪价值 也可以给别人带来很稳定的情绪价值 当你面临工作压力 生活挑战或者是情感上困扰的时候 你只要通过冥想深呼吸 锻炼或者是找朋友倾诉 就可以很简单的管理自己的情绪了 你不会让负面的情绪控制自己 让自己一直处于到一种低落 失落寂寞的状态 你是可以越来越阳光乐观积极的 面对突发的事件呢 你可以冷静的分析 并且采取合理的一些做法 不被情绪所支持 那么你有培养压力管理的技巧 你可以应对生活中的困难 好吗 你也可以帮助别人去管理 这种负面消极的情绪压力 这是你的天赋 另外呢 发现问题异常的能力 你可以快速的找到问题 发现的原因是什么 你也可以及时的发现一些潜在的风险 或者是错误 避免更大的问题发生 比如说你可能在团队之中 非常擅长发现一些流程中的疏漏 或者是在生活中 可以很快的识别出一些不合常理的细节 你可以在项目里面 发现一些细微的错误 并且及时调整 所以你的敏锐度 你的观察力是非常强的 你的侦察能力啊 你的调查能力啊 发现问题的能力 其实都比较强的哦 那在人际关系里面呢 其实你可以发现一些感情问题 或者是发现一些信任的问题 发现一些忠诚度 总的来讲呢 你是有比较高的这种分析问题的能力的 接下来你还有复原能力 在近期呢 也在被激发 最主要的是在面对困难 逆境或者是创伤的时候 可以快速的恢复和重新调整的能力 有内在的韧性 经历了挫折或失败的时候呢 你是可以快速的从中吸取到教训 并且迅速恢复的 比如说你在工作里面遇到重大的失误 你可以快速的调整心态 重新开始去解决这个错误 而且弥补这个错误 然后在工作里面有更多的信心跟状态 收集这些教训 那你也会有这种非常积极的思维模式 比如说在感情里面失恋了 你也会很快的从中看到彼此为什么会分离 那这个原因所在 以及你不会一直把自己留在一种悲伤的情绪里面 而是知道你在情感里面 有需要吸收到怎样的一个技巧 再放在下一个情感里 你会更加知道如何去建立彼此感情的默契 如何去滋润 是参加更多的职业培训去提升自己的能力 请保持终身学习的心态 主动寻找新的知识跟技能 保持不断成长的状态吧 你是有很强的学习能力的 那我们这边还出现了白纸 白纸其实也代表着无限可能性 有更多的创造空间 提醒你 你可能在能力上面有更多未知的可能性 请你以开放跟创造的心态去面对你的能力 其实在各行各业里面呢 你应该都会发展的比较好 用开放跟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任何的挑战和机遇吧 请你去探索自己的可能性 也有可能你是来到地球上面的新灵魂 你带着灵魂本身有的这种天赋 你可以快速的去吸收学习 人类社会所有的这种技能跟技巧 并且呢 你可以不断的去发挥自己的专长 去吸收去学习吧 现在你还没有在地球经历过很多身身世世的投胎转世 你的灵魂天赋还没有被磨灭 你不会特别的注重物质世界 你也不会特别的注重精神世界 现在呢就是更多的一些体验更多的一些感受 你可以尝试不同的事业跟工作 那么目前呢有一些事业工作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适合的 那如果你已经在这些工作之中的话呢 就代表着你可以做的非常的好 获得一定的成就 如果你还在选择事业行业的话呢 这些工作是很适合你的 比如说作家 文字工作者 那文字编辑 写一些小说啦 或者是诗歌或者是去出版社工作都是蛮好的 那关于金融方面的银行职员财务出纳记账人员会计呢 你也会做的很好 还有就是司机快递员这些关于交通事业的话也做的会好 机师啦飞行员啦音乐家编剧舞者词曲创作家艺术家 美容造型师关于美的方面的关于艺术方面的还有关于按摩师以及市场行销社区管理小编 感觉很多方方面面你都会发展的很好 最主要的是做你喜欢的事情 带着你的热情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只要辞职以后你都可以在那个工作里面发光发热的 因为你本身的能力就比较强 这是很好的消息 那我们接下来具体会看近期呢会发生哪些好的事情 好 那么首先 全战舞 战车 劫持 如果你在进行到一些竞争 或者是一些比赛 在一个充满挑战的环境之中 你是可以赢得胜利的 你很懂得如何去取得平衡 如何争取到自己的利益 但是呢 又稳定团队里面的这种比较平和的状态 不会陷入到一种恶性竞争里面 你可能在工作里面 经历了一个比较 竞争激烈的项目 或者是要夺得某一个职位工作 那么很有可能 你会得到你想要的这份工作 或者是团队中即使有不同的意见冲突 每个人都在努力争取最佳的方案 或者是争取到这样的一个项目 你应该会积极的站出来 然后展现你自己的领导力 或者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你自己的冷静判断 你可以去更改复杂的局面 如果团队里面呢 出现了一些恶性竞争的话 那么你会在最终解决这种状态 你的自信你的决心 将赢得团队的支持 最终你会获得成功 或者是你将得到自己职位上面的提升 因为呢全战五这张牌卡 代表着一种竞争 团队中可能存在的不同的声音 或者是意见 但是呢 战车这张牌卡代表着 你知道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 你可以战胜这些竞争挑战 最终取得胜利 截至这张牌卡呢 代表着平衡与和谐 在经历了竞争胜利之后 你会学会如何去维持内在的稳定 哇这是非常棒的讯息哦 那么另外呢 也可能有的朋友 如果你正参与到一个重要的公司项目 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存在着很多的摩擦 但是呢最终你不会过度的消耗自己 在自己的能力之下 你会解决这些摩擦 引导团队克服这些挑战 顺利的完成任务 那么也有的宝宝 如果当下呢 你正在想要获得某一个爱情 某一个岗位或者是某一个事件 那很懂得如何去克服这些竞争者 如何去克服这些挑战 而突出重围 显示自己最优秀的一部分 而得到对方给你带来的一些更多的欣赏 更多的尊重 看到呢关系将更加的和平舒适 那你知道如何让对方喜欢上你 给对方留下很好的一些印象 有更多你来我往的讯息联系 你知道如何去展示 如何让关系更加的紧密联系 包括在任何的争取项目事业上面呢 你都会得到更加节制的 更加适度的一些努力 一些获得 这是非常棒的一个消息 那另外我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心中的愿望梦想是什么 那宇宙告诉你 可能在这个愿望梦想上面有一些挑战 但没有关系 你是会寻找到方向 有目标感的去完成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的结果呢 是会让你感觉得到平衡 是会让你感觉得到成就 是会让你感受得到顺利获取的 你也会学会呢在这个争取的过程里面 即使有压力都保持着内心的平衡 找到整件事情更加和谐更加美满的一种结局状态 非常棒的消息哦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出现了保健骑士这张牌卡 那他在圣杯六牌卡的旁边 代表着过去的一个旧人 或者是你已认识的一个比较熟悉的人 他会给你带来好运 会帮助你促成某件事情 会帮助你去获得更多的成就成功 或者是给你介绍人脉给你介绍资源 或者是呢他想给你再续前缘 你们两个人会有更多的一些联系 比如说首先保健骑士这个人的性格 他就是一个不拖延的性格 他在面对任何选择的时候都可以迅速的做出决定 他有很强的判断能力 不是一个特别计较小事或者是犹豫不定的人 他是非常果断的在做事情的时候 他不会花费过多的时间了在思考之中 他主动出击总是在寻找机会 而且他不会等待机会降临 这个人呢是一个积极勇敢 并且面对挑战的人是行动派 他会快速的采取行动实现自己的目的 他也会主动的去提出提议建议 他的头脑非常的灵活 可以快速的去做出反应 他的奴迹性很强 可以很快速的去理解复杂的问题 他大多数时候都是比较冷静的 他不会被情绪影响 他非常的理性 而且他说话很直接 有时候呢也许会过于直接 因为别人做错了 即使是团队核心人物 即使是领导的话 他可能也会讲出来 因为他不喜欢拐弯抹角 喜欢把事情挑明了 这种性格呢有时候会让他显得容易冒犯他人 但是在团队的讨论之中 他会直接的指出问题所在 他是一个重视效率的人 他不会太过于的在乎别人的眼光 或者是顾及别人的这种情感感受 他比较正直 只要他觉得是对的 他就会说正同 如果是错的 他也会讲出自己的一些意见 他不怕冒险 愿意承担风险 有时候呢可能 过于急于取得进展 而忽略了一些细节 所以并不是一个特别细心的人 那在面对挑战的时候 他会毫不犹豫的接受挑战 有时候呢 他会缺乏一些耐心 性格并不是很有耐烦心 讨厌 拖延或者是很复杂的过程 比较简单直白吧 可以说他果断勇敢直接行动力强 那他也是充满力量和动力的 有时候是比较冲动的 这样一个人会来到你的身边 给你带来一些力量 给你带来一些好的运势 来帮助于你 所以呢 算是一个贵人 他举个例子 如果你正在处理某一个项目 突然遇到了过去的这样的一个老同事 或者是旧朋友 他可能会给你带来新的信息 或者是资源 帮助你更好的解决当前的挑战 那也可能呢 如果你正在怀念过去的一些时光 那这个人也许会给你旧的情感上 更多的一些力量 如果说呢 你正在寻找工作 或者是寻找更多的一些商机 或者是合作伙伴 那说不定这个人会突然的出现 给到你更多的一些机会 给到你一个新的转折点 让你在生活上 或者是工作上 有重大的一些转变 或者是给你意外的一些好运 这张牌卡呢 也代表着通过和过去的人 或者是事件重新联系 那么你的命运将开启到一个新的周期 会有不可预见的转变 也代表着如果当下 你的某一个心愿 你想去完成的话 也许有旧的一个像保健骑士这样的人 是会给你带来好运 帮助你促成你完成这样的一个梦想实现的 所以亲爱的近期呢 从竞争之中你会得到胜利 那么从快速决策之中 你将收获到命运更好的一个转变 你自己呢将会在近期获得更多的成长和进步哦 这是非常棒的讯息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宇宙还有一些讯息告诉你 近期运势 无论是在爱情运势上还是财富运势上 还是说在事业运势上 都是有时外运转 好运相连的情况 都在不断的生运势 那么一些旧的人 会给你带来一些积极乐观的消息 会帮助到你 那有贵人运 那么同时呢 在竞争之中 你也会突出自己的能力 而最终获得自己想要的成果的 那当下呢 你需要注意 第一个就是欺骗 在周围人或者是环境中 也许有一些欺骗或者是误导 或者是一些操纵行为 那么你要保持警觉了 避免陷入到不正当的行为之中 或者是受到别人的误导 也有可能 你自己想要通过一些捷径 通过一些不是很正当的方式 达到目标 也许在工作里面 你可能发现某个同事 他想通过一些不诚实的手段 来获取利益 或者有人隐瞒了一些重要的讯息 也可能你自己面对一个比较诱人的机会 但是呢 总感觉到这个机会 并不是完全的透明 或者是收益过高 当你感觉不对的时候呢 你要多多的去审核一下 这些事情真实的讯息 那么同时呢 也提醒你 无论任何事情 都请你自己要保持诚实 保持正直 还有就是要警觉别人的一些行为 不要轻易的去相信任何表面的承诺 近期呢 保持理智 保持你自己更加积极的行为方式 是最好的 对于一些消息 对于一些人事物 一定要有更多的洞察力 不要人云亦云 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或者是不要被一时的诱惑蒙蔽了双眼 还是要更多的谨慎一些比较好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这边出现了平衡这张牌卡 代表着生活各个方面 都还是会得到比较平衡的 在你的工作里面 在你的生活里面 在你的身体上 在你的情感上面呢 请尽可能的保持平衡点 合理的去分配时间呢 不要过多的加班了 那在饮食习惯上面呢 也不要今天吃火锅吃的很多 那么明天呢 可能就吃一些特别清淡的吃的很少 那这样的话呢 就会让自己的身体 就是忽饱忽饿的 对胃并不是很好 一切都在平衡的状态 更加节制的状态 会帮助到你哦 好吗 那也希望呢 你可以维持自己内在的和谐 无论是心灵上的平衡 身体上的平衡 为人处事上面的平衡呢 都需要注意 任何事情平衡的话呢 都会更加的健康 都会让你更加的舒适稳定的 接下来自满 如果说你在工作中或者生活里面 感觉过于安逸的话呢 虽然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也代表着你可能停滞不前 没有任何进步 所以做事情不要太过于的求稳了 也不要求过于的安全 还是要更多的积极一些比较好 因为不愿意去有任何改变的话 就错失了提升自己的机会 过度安逸呢 会让你错过成长的机会的 你需要去更多点燃自己内在的激情 勇敢面对新的挑战 推动自己不断的去做突破是更好的 好吗 还有就是自我价值 你要确认自己的价值和能力 提升自己的内在力量和价值 不要依赖别人对你的评价 就认可或者是否定自己 学会欣赏自己的优点 那提升自己的自信和自尊 反正呢 宇宙告诉你了 你是很强的能力 你可以在各行各业都发挥的很好 千万不要自卑或者是自我否定质疑 而是保持你的自信心 如果当下的你觉得自己不够好 那么就去学习新的一些技能 去做一些改变 去做一些突破就好了 反正你可以在所有的行业里面 都发光发热的 时刻提醒确认自己有比较强的自我价值哦 所以亲爱的 以上呢 就是守护天使们 宇宙给你的讯息 其实你的能力呢 是比较大的 当下需要建立什么 需要注意什么 都已经告诉你了 希望你可以在地球玩得愉快 也希望此视频给你足够的 有价值的讯息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哦 记得留言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杰斯的频道 记得订阅杰斯的频道 将持续给你带来丰富的占卜的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咯 祝福你 心想事成 拜拜 亲爱的 我们来接收宇宙给你的讯息 那么首先呢 来到你身边的是 慈悲的天使 扎德基尔 他和你的守护天使呢 一起合作 来给你传递这个占卜讯息 希望可以给予你足够的能量与指引 首先先介绍一下 在基督教的天使学体系之中 扎德基尔呢 被认为是 慈悲 宽恕 和释放负面情绪相关的重要天使 他是七大天使之一 拥有引导人类进入神圣宽束的职责 扎德基尔帮助人们释放他们的痛苦 罪恶感和负面的情绪 尤其是那些难以宽恕自己或他人的人 他鼓励人类通过宽恕来达到内心的平静 修复人际关系 扎德基尔呢 帮助人类放下怨恨 愤怒和负罪感 让他们能够原谅自己和他人 这种宽恕不仅仅是一种情感上的释放 也是一种灵性上的进化 通过宽恕获得内心的平静和灵魂的进化 扎德基尔呢 也帮助人们原谅自己 对于那些因过去的错误而自责不已的人 扎德基尔引导他们接受自己的错误 并通过慈悲的眼光来看待自己 扎德基尔呢 主要和慈悲宽恕相关 但同时他也是一位代表智慧与公正的天使 帮助人们通过公正的眼光来看待生活中的冲突与挑战 提醒我们真正的公义是建立在慈悲和理解的基础上的 而不是报复和惩罚 鼓励人们在判断他人和自己的时候 融入更多的同情更多的宽容 他也帮助人们在面临艰难决定的时候 用公正和慈悲的眼光去做出判断 确保人类的行为是基于正义与爱 而非怨恨或者是报复 当下呢你是可以通过冥想 祷告或者是使用紫色的能量 来连接扎德基尔的慈悲和宽恕能量的 那么冥想的时候你可以呼唤扎德基尔的指导 请求他帮助你释放负面的情感 培养慈悲之心 祷告呢是可以向他寻求宽恕的力量 帮助你放下怨恨和痛苦的紫色 与扎德基尔和紫罗兰火焰相关 因此你使用一些紫色的物品 例如紫水晶紫色蜡烛 或者是佩戴一些紫色的首饰 穿戴紫色的衣服 或者是在冥想的时候呢 想象紫色的火焰 都可以帮助你更好的连接他的能量 他会帮助你呢进行更多的一些 转化与进化 释放过去的创伤 以及负面的一些业力 让你的灵魂得到深度的治愈和觉醒 通过与扎德基尔的连接 我们可以更好的处理一些复杂的情感问题 提升自己内在的慈悲心和宽容度 因为我们只要相信一切善良的流动 都可以能够无限制的去交换爱和资源的 你的所有承诺跟辛勤工作都将得到回报 加德基尔告诉你 你的生活会很丰富 你一切都可以慢慢的来 不用着急 你有一种被引导走在正确道路上的感觉 你的热情 你的慷慨 都可以给自己给别人带来更多的欢乐 你只需要放松 给自己留更多治愈 或者是轻松自在的一些时间 加德基尔就可以帮助满足你的所有的需求 你路上的障碍都会慢慢的被清除的 一切人事物都会进展顺利的 非常棒的讯息 加德基尔和你的守护天使 他们会帮助你去克服人生上所有的这些挑战跟障碍 请你相信他们的力量 请你好好的去保持积极乐观跟享受就好了 你越是相信 幸运 美好围绕在你的身边 那么你的人生将更加的顺利哦 哇哦 你是自带大天使给你爱的光环的很棒 近期呢 有一些你的个人能力也正在慢慢的凸显出来 正在被激发 好 首先 找出因果 逻辑 规律的能力 代表着 你只要通过分析事件或者是数据 你就可以找到背后的一些因果关系 发现一些隐藏的规律 你会有强大的逻辑思维能力 你能够清晰的去分析问题 并且可以了解问题中所有的根本原因 并也有可能去预测一些结果 我们人生呢就是这样一直在绕着一个圈在走 以前经历过的事情呢 你会总结经验 在后面 人生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会更懂得了一些自然规律 一些因果关系 会看清楚自己做对了 那是因为什么原因 自己做错了 是因为什么原因 这件事情的发生 又是因为什么原因 比如说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你是可以通过分析现有的数据跟信息 找出导致问题的根本原因的 然后呢 你也知道如何去拟定相应的解决方案 或者是在感情之中 你会看清楚为什么两个人会出现某一些问题 那如何去解决 那如何去规避这些问题的发生 那也可能你会通过观察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 找到一些规律 比如说在管理个人健康的时候 你会通过分析饮食跟锻炼的效果 就发现哪些习惯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哪些是没有好处的 然后进行相应的调整 所以找出问题的能力 也知道呢一些人生规律 哇这个能力是比较强的 另外呢 你也有很强的团队合作能力 在群体之中 你可以做到成上旗下 你也可以有效的去做辅助协作 你也可以跟别人共同去完成任务 你可以跟不同的人协调沟通 并且在沟通的目标驱动下呢 会相互的支持 有一点八面玲珑 有比较高的这种情商 解决问题 处理问题 沟通问题的能力 和年纪大的人 你可以交谈甚欢 和年纪比你小很多的人 也可以交谈甚欢 跟老年人在一起呢 他们会喜欢你 跟小孩子在一起呢 也是可以玩到一起去的 所以你可以和自己的同学 和自己的同事都紧密的合作 你也懂得利用每个人的优势 去推动这种团队的成功 比如说你参与到一个大型项目里面 你可以很有效的沟通协调 确保这个项目每一个部门 各个部门的工作都进展顺利 那最终你是可以完成这种项目目标的 或者是在你的家庭社交圈子里面 你可以很好的去处理人际关系 让大家共同的去分担一些家务啊 合理的分配一些任务啊 然后让这个家呢 有条不紊的亲密合作 和睦感情幸福 所以领导能力是有的 辅助能力都是有的 你可以做一些跟人打交道的工作 另外文书及事物处理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可以有效的去整理各种文档啦 信息啦 保持事物的有序管理啦 也有良好的组织能力啦 时间管理能力呀 或者是在工作上也是比较细心细致 有耐心的 你可以管理公司项目的文档 然后确保每一份文件都清晰有条理的规档 然后让同事呢可以随时去翻阅啦查阅 你也可以很擅长的处理个人的事物 整理个人文档啦管理账单啦这些 你会让自己的生活中呢 每个细节都比较有条理 不会过于的混乱或者是遗漏 并不代表你有强迫症 只不过呢你做事会比较很有条理很有规矩 那么接下来你也有比较强的理解能力 可以快速的去理解复杂的一些讯息 或者是一些怪概念或者是一些问题 你的认知应该是比较强的 也可以有效的去吸收一些新知识 可能你的学习能力很强或者是你的本身文品 就还是比较高的 也有可能你并没有 学习多少 但是呢你天生的这种 物性学习能力就比较强 你可以快速的去 去掌握一些新的技能或者是知识 那你可以迅速的去理解到客户的需求 给客户提供一些准确的解决方案 你也可以在日常生活里面去处理一些复杂的家庭事物 或者是社交问题 当朋友向你倾诉一些复杂的情感困难的时候呢 你可以感同身受理解到他的感受 并且给到他一些实际上面的建议 所以情商呢也是够够的不错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哦 那么自己的情商会越来越增加 所以你是可以去做一个管理角色的人 计划或者是分配工作给别人 这个都是在你擅长的领域里面 因为你的领导力比较强 你知道如何去组织团队或者是建立人力资源 或者是对于个人资源如何去规划 如何去分配你都很清楚 你可以明确目标啦 分配任务啦 擅长时间管理啦 资源分配啦 那家庭事务的话呢 你也可以让每件事情都是非常井然有序的 在情感物质职业上面 你都有比较强的这种能力能量 一定要相信自己哦 所以你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Leader 那么如果你在做以下工作事业的话呢 很可能就会得到一些好消息出现 你会取得一定的成就 发展的很好 如果说当下你还在找工作 那么这一些职位呢 是给你一些建议 可以找这些工作 比如说军人 警察 消防人员 还有一些侦探啦 这些都是会很好的 好 医师 市场研究数据分析员 那么这几个 包括保姆 幼教人员 早疗教师 健身教练 瑜伽教练 其实都是有很强的找出因果 逻辑规律的能力 你会知道 出现问题在哪里了 身体上面哪地方不痛 哪地方痛了 不舒服了 不对了 那这个人如何去更加的健康等等的 你会很轻松的去应对 所以这些职业呢 是比较合适的 那么歌手 演员 网红 主持人 模特 这些娱乐行业 艺术行业你也会做得很好 因为团队合作能力很强嘛 要出名的话呢 你必须有比较高的一些情商 才可以 当然还有市场研究 数据分析师 就是文书与事务 处理能力 还有就是人事专员 人力资源专员 档案数据管理人员 这些行业的你都会做得很好 你知道自己的能力 然后通过这些能力 去选择事业职位的话呢 会大大的帮助到你 不会在人生里面走弯路 而且在这些工作里面呢 你都会做得非常的好 发光发彩的 好吗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具体会发生哪一些愿望成真的事呢 近期会有怎样的一个好能量所在呢 圣杯王牌 你可能会开启一段新的情感 或者是内在觉醒的旅程 近期呢 会充满了很多新的idea啊 想象力啊 灵感啊 创造力啊 也会充满了很多的爱 在工作学业之中 你跟别人合作 你会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在团队之中呢 你会取得好的进展 大家会看到你的专业度 大家会看到你的优质的 而且你也会寻找到内在更好的一个智慧 非常棒的讯息 因为圣杯王牌就象征着情感上新的一个开始 在情绪上面呢 会获得更多的爱 更多的灵感 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如果说你单单身的话 那么好消息 近期呢 你可能会找到 预见让你心动的人 让你想有情感发展的人 终于不会感情里面那么的 无聊了 无趣了 那心中呢 是有想要爱情的 渴望的 非常棒的讯息 很可能呢 这个人出现在你的团队之中 这个团队也许是你的同事 也许是你的同学 也许你去参加某一些活动 或者是培训班的时候认识的 很有可能是在热闹的场景中 去认识到的这一个人 所以近期你会在情感上有更多的一些觉醒 或者你在做艺术创造的画呢 会有更多灵感上面的喷发 五角星三呢 这张牌卡代表着合作 团队工作 还有技能上面会有更多的一些磨炼 在自己的物质领域 职业生涯 或者是在自己的学习生涯里面呢 都会得到更多的好的收获 提高自己的能力 那如果你在团队里面工作的话呢 那周围的人是会给你更多的力量 给予你更多的帮助 是会互相支持的 大家很团结 大家也在同一个频率上 那这个也是会让你克服很多的麻烦 身边的合作者呢 会给你带来好的消息 支持着你 赢者这张牌卡代表着 你可能会有一段自我反思的这种状态 也许有的人近期呢 不想去约会 不想去参加集体活动 下了班就想回家 或者放了学就想回家 其实这个是很好的 因为你会有一段时间去读字思考 会得到更多情感上面的满足 因为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不会觉得孤单寂寞冷啦 而是呢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可以好好的去思考 有更多深层次的一些意义 跟自己的灵魂 跟自己的小我去进行一个连接 近期你会收获到更多的一些智慧 那么通过旅行啦 冥想啦或者是阅读的话呢 都可以给到你更多清晰的一些思想 新的一些方向 另外呢 如果你在一段新的恋情里面 你会充满了幸福 情感上面有更多的一些满足 在工作之中呢 你跟自己的团队密切合作 达成了重要的目标 展示你的专业能力 尽管你可能觉得一切都很顺利 但是你依然会给自己一些独处时光 思考自己的人生深层次意义 获得更多的智慧的 接下来五角星骑士这张牌卡 代表着一种可靠的踏实的和稳步前进的努力 象征着你在事业或者是财富方面 有更多的专注 然后有更多的一些收获 而五角星国王呢 就代表着更高一个层次了 在财富物质成功上面 你会有更多的一些稳定 某种高度的这种成功跟稳定 代表着你会更上一个台阶 当下呢 关于金钱上面的愿望 好消息告诉你 通过合作 通过你自己的专业度 你将收获到你期望的这种金钱物质 心愿 物质上面将得到一个最好的收获 只要你脚踏实地的去努力 你是可以稳定的去积累财富 通过你的毅力 你可以逐渐接近自己的物质目标 无论是说要买房也好 要买车也好 还是说想要投资某一个生意也好 那么你是会获得成功去做这件事情的 其实是可以开展的哟 好另外呢 也代表着你的工作上面很可能 你会成为一个很可靠的领导者 升职 也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强的专业人士 达到更高的一个地位 获得财富或者是权利 非常棒的消息 代表着在财富上面会有丰厚的回报的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些商机的话呢 那通过你独自思考的时候 你会寻找到商机的 也许在收获之中 比如说你遇到自己心动的人 你想跟他建立恋情 但是是可以成功的 只不过呢 在这个成功的过程里面 是有一些挑战的 是有一些竞争的 或者是冲突的 但你只要保持冷静 给予一定的智慧计划 加以应对的话呢 或者找别人来给你一些帮助 你是最终会获得成功 让别人愿意跟你建立持久 稳定的情感的 如果你是在寻找工作的话呢 那么好消息告诉你 你是会寻找到自己适合的工作 这份工作上面呢 只要持之以恒 很可能会收获到你期待的金钱物质 甚至可以成为一个leader 当然这个过程呢 需要更多的一些 克服挑战的决心 不可能很快速的 你就成为团队的领导者 慢慢的来 总体的来讲 是会获得成长 是会获得进步的 在近期 你的这些愿望会实现 当下我讲的这个愿望 你心中想的是什么事情 那就是这件事情一定会实现 你会从中寻找到智慧 你会让它更加的持久 更加的稳定 当然期间有一定的挑战 但是你是可以通过这些挑战 获得更多的经验 获得更多的成长 最后成功的哟 所以请相信你自己坚定的去追求 你的愿望必定会成真 非常棒哦 好 接下来呢 宇宙会有最后的讯息 想要告诉你 请克服你的不安全感 近期也许你内在有一些恐惧 有一些疑惑 有一些对未来的不确定 或者是有一些自我怀疑 但是这种不安全感呢 会让你不敢去行动 让你还没有开始去争取就失败了 或者让你害怕失败 或者特别害怕别人给你的一些评价 所以就告诉你 你可能感到自己不够好 但是不要去害怕 不要因为别人 而不敢提出自己新的一些想法 而不敢接受一些轻的挑战了 面对内心的恐惧 找到内在的力量 增强自己的自信心 学会相信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吧 只有勇敢的去面对勇敢的去解决 你才会成长 你才会克服这些困难 或者是在一段感情之中 你可能因为害怕失去对方 而变得过度依赖 或者是想要去控制 反而会导致关系中的不信任感加剧哦 自己开开心心 非常自信的就好了 他会因为你的自信 而更加的欣赏你 会因为你的松弛 而更加的想要和你在一起讨好你 是你的始终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再担心恐惧也没有用 而且担心害怕 不会帮助到你 反而会促成你想要的不安 促成关系的紧张 只有自信 只有自己积极美好 才会真正的帮助到你 会给你加持加分 另外的感恩之情 也会让你获得更多值得感激的事情 才会让你有更多的一些幸福 提升自己的幸福感 请减少对生活的一些抱怨 感受更多的内心满足 你可能正忙于追求一些职业 或者是个人目标 而忽略了身边那些支持你的人 或者是给你带来快乐的一些小事情哦 所以保持着感激之情 积极的心态的话呢 是可以减少压力 是可以增强对生活的积极感受 是可以增多幸运的 好吗 接下来呢 我们这边出现了虚荣这张牌卡 对于有的朋友来说 你可能近期过度去关注社交媒体上面的形象 或者是点赞数 或者自己的外表 或者自己的成就了 你很希望获得别人的认同跟赞美 反而因此牺牲了真实的自己 你再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虚幻的人 这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价值跟意义 这都只是幻想 或者是在工作社交之中 你可能努力追求表面上的成功 而忽视了内在的满足跟幸福 反而让你有一种空虚感 所以亲爱的 近期呢 请你重新审视自己的动机吧 问问自己追求的目标 是否来源于你自己真实的内心需求 还是说为了满足外界的期望 别人的期许呢 通过放下自己的虚荣之心 你可以活得更加的真实 自在 轻松 简单的 好 扩展这张牌卡代表近期 是可以进入到一个扩展的阶段 无论是说你的职业啦 还是说社交圈啦 还是说个人能力的拓展 甚至是灵性上面的成长 你都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机会 你都可以呢 不断去激发自己的天赋 开发自己 保持着一个开放的心态 你即将有更多成长的阶段 无论是说学习新的技能啦 还是去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啦 还是说去增加一个新的兴趣爱好 那这些呢 都会有更多积极的变化 可以让你变得更加的丰富 和强大的 亲爱的 亲爱的 包括扎德基尔都会在你身边帮助你 帮你抚平道路 让你更加的顺畅 非常的棒哦 请你感恩宇宙吧 记得给视频点赞 记得留言 感谢宇宙给你所有的安排 好吗 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 祝福你在地区玩的愉快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